美国二百亿的援助 巴基斯坦就是这样一个国家 在漫长的历史时期 巴基斯坦并不是独立的国家 最先被突厥化的蒙古人统治 也就是莫沃尔王朝时期 无论是巴基斯坦还是印度 此时都是一个地理概念 混混沌顿在蒙古人的铁腕统治之下 那里没有民族意识 没有独立和民族 是一片荒漠 意识形态无比贫瘠 不过莫沃尔王朝 很会开发自己的经济价值 虽然是封建化极权统治 但已经有了资本主义萌芽 国王让聪明的 善于理财的波斯人替他管钱 波斯人成了贵族们的 运用金融经纪人 当时还有预付款和分期付款 也就是说商业十分发达 莫沃尔王朝时期的大都市 比现在巴莲还要繁华 印度治今也是贫富分化很严重的地区 穷的穷 富的简直是富可敌国 大约从莫尔帝国时期就那样了 英国的入侵让印度倒退三百多年 它是徘徊在印度十几个国家上空的恶魔 英国入侵印度胜利的来得太过迅速 而且他们扶持土著 代替他们进行统治 英国可以轻松当太上皇 英国以为扶持傀儡政权可减少反抗力量 没想到印度一直没停止反抗 这点让英国很头疼 英国统治印度的军队有28万 其中20万都是印度士兵 英国努力驯化他们 让他们有大英帝国处义万岁的觉悟 然而英国绝对没想到 一层裹着油脂的子弹 引发了英军的自焚 原因是印度人信教 而英国为了保护新买的枪械 给子弹表层涂了一层动物油脂 激怒了在英军中的印度士兵 他们认为侮辱了他们的信仰 骑者不仅杀死了大部分英军 而且杀死了殖民官吏 还焚烧了东印度办事处 这让剩余的英军十分恐慌 他们不得不把脸涂黑 穿上印度人的衣服逃生 自此英国在印度北部的殖民势力 全部瓦解 穆尔帝国有复兴的可能 后来英国不敢用印度士兵了 加大了英军比重 还雇佣了一些阔尔卡人 英军开始正是跟印度对决的时候 发现印度使用的武器虽然很陈旧 但印度的反抗精神却强悍 他们不断动员更多青年加入战争 英国一直无力应对 英国将军曾吹牛 就凭印度挨不过八天 结果打了整整一年 后来英国直接放弃了 英国滚蛋出印度后 将印度搞分裂了 印度和巴基斯坦就正式成立 而巴基斯坦就是当年反抗英国最激烈的区域 也就是说巴基斯坦是个有血性的民族 不是总的 是非常勇敢的 这里多说一句 巴基斯坦比印度更能代表印度和文明 恒科文明也是建立在印度和文明尸骨之上的 所以巴基斯坦才是真正的古印度文明 这就解释了中巴有意为何这么深厚的原因 我们纵观巴基斯坦的历史 就知道为何巴基斯坦会果断拒绝美国36亿美元的援助 折合成当时的人民币将近200个亿 巴基斯坦拒绝了 为什么呢 他说要跟中国站在一边 为此还将美国国旗也烧了 一切反对中国的都是巴基斯坦反对的 这就是巴基斯坦的立场 巴基斯坦后来经济陷入困境 问他们后悔吗 巴基斯坦说 为了中国 绝不后悔 中国要投资给巴基斯坦140亿完成一个项目 巴基斯坦拒绝了 巴基斯坦说 不愿意用中国的钱 想靠自己的能力 看来巴基斯坦对中国是真爱 在中国援助过的邻国中 没有谁像巴基斯坦这么有骨气 一个善与忘记的民族 注定是没有前途的 请关注公众号 请说历史 与您一起记录中华民族的繁荣 与苦难 铭记每一天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的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